当强悍的蒙古大军遇到现实版的刺客联盟会怎样? 蒙哥继承韩位后,开始分别对南宋和中东同时用兵 命忽必烈征伐南宋,命序列物远征中亚 南宋这边在忽必烈进行了几次试探性进攻以后 意识到公宋的艰难 所以建议先公大理,再征服南宋 蒙哥同意了这个计划 说回今天视频的主线,西征 第三次西征的导火索是穆拉一国曾经派400名刺客 进入蒙古刺杀蒙哥,激起了蒙哥大汗的愤怒 决定出兵征服波斯 穆拉一国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是山中老人,熟读倚天屠龙记的人可能有印象 而山中老人就是穆拉一国的国家领袖 与其说穆拉一是一个国家 其实他们更像是一个门派 一个专门从事刺杀的门派 穆拉一国存续176年 在这近200年的岁月中 这个国家不农耕,不生产,也不经商 一心一意,只做一件事,培养刺客 其经济支柱产业便是靠敲诈勒索邻国 劫掠过往客商获取钱财 阿巴斯王朝哈里发 塞尔柱国王都曾被刺杀身亡 可以说,这个国家本身实力非常弱 但却是整个中东地区国家的噩梦 蒙古帝国初次与这个国家遭遇 是在蒙古第一次西征时期 当时哲别率军追杀花拉子摩国王摩赫末 途径穆拉一,就对其抢夺了一番 穆拉一当时也表示了臣服 但是蒙古人太少了 当时并没有对这个国家进行有效管理 这就让穆拉一国得以继续存在发展 到1240年 穆拉一开始视蒙古国为威胁 因为窝阔台时期明确了长生天 让蒙古人统治世界的理念 于是他们就派遣了一支400人的刺客组织 前去刺杀蒙古大韩 结果刺杀未遂 公元1252年 蒙古大韩蒙哥派序列物统兵 开启第三次蒙古西征 而消灭穆拉一为第一个目标 但是当时蒙古的主要经历 还是在宋朝这边 所以只能抽出五分之一共十万的蒙古铁骑前去西征 1253年7月 序列物命切的布花为西征先锋率领1.2万人 从蒙古都城提前出发 进入穆拉一国境后 切的布花连续攻陷了数个城池 消灭了穆拉一军一半兵力 大大削弱了穆拉一的实力 1254年10月 在确定牧场后 序列物亲率十万大军从河林出发 经过一年的行军 大军抵达撒马尔干 并在母河上游的草原修整军队 1256年春 序列物率十万大军 开始向穆拉一地区发动进攻 率蒙古主力军进攻至内沙布尔 并派遣库喀伊尔卡 支援切的布花攻打费尔道斯 他们成功攻破费尔道斯城后 北上和序列物大军会合 序列物派使者赴穆拉一都城招降 穆拉一的首领呼尔沙 确实也向蒙古投降了 但是他一直拒绝去面见序列物 这让这位蒙古王子非常气愤 后果就是针对穆拉一的军事行动开始提速 1256年6月序列物十余万联军抵达穆拉一都城 十余万联军开始向穆拉一的都城阿拉摩推城堡发起进攻 呼尔沙佣兵五万凭借天险固守城堡 猛军用新式武器铁火炮和回回炮工程 呼尔沙最终无力抵抗猛军的猛烈工程 于1256年11月19日开城投降 序列物利用穆拉一首领 得到了上百个城堡的臣服 最后已然无用的呼尔沙被处决 阿拉摩推城堡也被夷为平地 穆拉一被灭国以后 得到消息的其他中东地区国家都为此庆祝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刺客之国是非常惧怕的 但是很快他们的笑容就凝固了 1257年9月21日 序列物率领15万军队开始进攻阿巴斯王朝 阿巴斯王朝作为穆罕默德的续任者 理论上是伊斯兰世界的正统 但自八世纪创建以来 疆域已经缩小很多了 阿巴斯王朝已经与蒙古军交战多次 并且现在依然可以独立抵抗蒙古军 但是对于蒙古来说 先前的交战充其量也就算掠夺 真正的征伐从此刻才刚刚开始 阿巴斯王朝主教穆斯台随目 在巴格达组织七万大军准备迎战 序列物分兵三路进攻巴格达 右路军由败驻率领 从底格里斯河上游进攻伊拉克西北部 左路军游界的布花率领 进攻伊拉克东南部 中军由序列物亲自率领向巴格达进军 1258年1月 序列物三路大军在巴格达城下会合 开始围攻巴格达 蒙古联军用铁火炮回回炮猛烈攻城 1258年2月10日 穆斯台随目之道败局已定 带领阿拉伯帝国皇子 贵族和官员投降 巴格达县落后 中世纪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图书馆智慧之家 被蒙古军队彻底摧毁 大量宝贵文献被扔进河中 这次图城被认为是 伊斯兰历史中最具破坏性的事件之一 另外有数以万计的当地人民 遭到蒙古军队的屠杀 末代哈里发国在地坛里被马活活踩死 至此 传了37代持续503年 与唐朝交过手的阿巴斯王朝彻底灭亡 将哈里发国置于蒙古的统治下后 叙列物一军阿塞拜江水草丰美的牧场 该地区大多数的国王都前来参拜臣服 只有叙利亚地区的阿犹布王朝 国王纳希尔不在此恋 于是叙列物发兵叙利亚 强攻又发拉底河河岸上的数个堡垒 叙利亚王纳希尔听闻蒙古人逼近 立即向埃及求援 但埃及发生内乱无瑕援助 蒙古联军渡河之后直逼阿勒坡城 蒙军派使者劝向阿勒坡守军 守将穆阿扎穆王认为阿勒坡城墙坚固 兵屑充足 拒绝投降 于是蒙古军开始攻城 经七天激战 成功攻克阿勒坡城 俘虏十万余人 穆阿扎穆王也在其中 之后 叙列物大军从阿勒坡城南下 逼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那希尔王得知阿勒坡城失守后 立即出逃 1260年3月 切德布花率军抵达大马士革 部分守城军民开城 迎接蒙古联军 民众和降族均得到善待 这时候 蒙古大军的消息 也传到了罗马帝国和西欧基督教国家 他们纷纷派来使者 表示要与蒙古军结盟 因为叙列物的老婆和母亲 都是基督教徒 所以叙列物一路牺牲过程中 对基督教徒非常不错 叙列物原先计划将灰狮金巴勒斯坦直扑开罗 进攻马木刘克王朝 此时的马木刘克王朝 已经是伊斯兰世界的独苗了 但就在此时 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命运 在西征的同时 蒙古也发动了对南宋的征战 而且这里才是主战场 蒙古轻率大军与宋军大战于四川河州钓鱼城 但是久攻不下 之后就突然死在了这里 对于蒙古的死因 目前没有定论 有人说是病死 也有人说是被宋军的榴弹打中重伤而死 当然金庸对此表示了异议 认为蒙古是被杨过打死的 而此时 西征的叙列物见风 直指埃及的马木刘克王朝 之后就可以进入非洲 但是 突然叙列物收到了蒙古使者带来的 帝国最高统治者蒙哥在四川去世的消息 所以只能放弃继续西征 率主力回师参与韩位的争夺 只留下切德布花率领部族万人的骑兵部队留守叙利亚 1260年9月3日 切德布花率蒙古军与拜巴尔一世的埃及马木刘克军在阿因扎鲁特交战 这场战役最终以埃及军队全胜而告终 这也宣告了蒙古帝国向西方扩张的终结 序列物东归走到半路 得知忽必烈和阿里布格争位的消息 于是留在西亚 割据一方 并宣布支持忽必烈 后来被忽必烈封为伊尔汉 西亚的伊利汗国从此建立 蒙哥去世后 其帝忽必烈与阿里布格为了争夺捍卫引发内战 为了争取宗王势力的支持 忽必烈默认了金帐韩国查葛台韩国 和伊尔汉国对各自封地的实质统治权 只是在名义上依然属于蒙古帝国的藩国 由此忽必烈与阿里布格展开历时四年的汉位 争夺战争 与此同时 因为序列物的军队在巴格达的暴行 激起了金帐韩国可汉比尔哥的仇事 因为这时候金帐韩国已经信奉了伊斯兰教 结果导致伊利汗国和金帐韩国之间的激烈战争 这使得序列物再也没有精力去顾及马木刘克王朝 这一系列战争标志着蒙古帝国走向分裂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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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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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